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今天來看這個影片 5 Tips to Pass M11, M11 Financial Reporting 我是 Yunus G 開始之前略略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 Big Four 出來 很長時間我是 MNC 的工作 有很多的 commercial experience 還有一份工作我在 ACCA 做 Head of Policy 多年來我也有教 Financial Reporting ACCA 的 exam 和 QP 現在我是 Captain, 是 Senior Lecturer 今天我們講5 Tips to Pass M11 還有5 Mistakes to Fail 那是怎樣呢? 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有 Forthodox Understanding of Accounting Standard 即是說你要對 Accounting Standard 是有一個透徹的理解的 如果不是的話, 你是沒辦法答他的題目的 反之如果你只是考試的時候 Copy 或者 Call 這些 Accounting Standard 其實那個 Examiner 看到的 他會看到你不能夠透徹的 理解的 Accounting Standard 去用這個 Case 的話 其實你就會失敗的了 所以在我的 Class 裡面 我會花很多時間去解釋給大家聽 究竟 Accounting Standard 的要求是怎樣呢? 為什麼要這樣要求呢? 在什麼程度我們會用? 那就是幫助大家去透支理解 那些 Accounting Standard 的用法是怎樣的 那為什麼要有一個透支理解呢? 這個也是 Related to Step 2 那個原因 或者 Tips 2 的原因 因為 M11 和 Modul A 最大不同的就是 Modul A 仍然停留在 Q&A 他給你一條迷目 期望你給他答案 他一個題目 叫你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 你就回答 但是 M11 不是這樣 M11 就是 他給你的是一個 Case 這個 Case 就好像 他人給你一個 Case 這樣 然後要你去告訴他 哪幾個 Accounting Standard 是 relevant to this Case 所以很多時候 一個 Case 不是一個 Account Standard 是一個 Multiple Topic 給你一個例子 譬如有間公司 他想減省人手 將一個 Department 是 closed down 的 那你以為一定在考慮 Position for Restructuring 於是你回答什麼是Position 那個 Restructuring 什麼時候可以做Position for Restructuring 是的 這個是個答案 但 apart from that 如果一間公司要 Restructure 你可能要考慮 他有些 PPE 雖然需要做 Impairment 究竟這個 Department 是不是一個 Discontinued Operation 所以要 Disclose 那變成其實一個的題目 或者一個 Case 是有不同的 Account Standard 已經考在裡面 所以為何你需要有一個透節的理解 你讀的時候 也不要每一個 Token Iseley 這樣讀 你要當它是一個連貫性 所以考試的時候 或者上課 尤其是Revision Class 我就會給大家看 怎樣去考慮一個 Case 的連貫性 是幫助大家 好好地回答題目的 好 第三個很重要的 Step 我們就叫做 Idea 什麼 Idea 第一 你要 Identify 到的 Issue 你要Define 到哪個 Account Standard 是Relevant to this Issue 然後要Explain 這個 Account Standard 你會突然在細節 最後你去考慮 究竟這個題目 要不要這樣做 才叫做 Apply to Case 比如例子 剛才我們說 有間公司 它要Restructure 你就要知道 咦? 那個 Issue 就是 要不需要Make Provision for Restructuring 可能我們要Code 香港AS37 在什麼程度下 我才可以Provide Restructuring 什麼時候不用 在這個Case 可不可以Provide 究竟Provide 哪些 不可以 所以如果你Code 到Accounting Standard 又或者你不能夠 好好地解釋的Rule 其實你都拿不到分 第四個Step 就是我們要Practice 那些Past Paper Question 而不是就這樣 Read Through 那些Past Paper Question Practice的意思就是 我給你一條題目 你掩著答案 你都可以寫到答案出來 那你才叫Practice 所以你讀書的時候 你是當作一個 Closed Book Example 不要以為是Open Book 到時候我去抄就行 不會的 如果可以的 每個都Pass了 所以我們做的時候 不要只是Review 看了Past Paper很明白 那就得不止的 一定要Practice 那個Past Paper的問題 才可以的 第五 就是Time Management 這個可能是 很多人都說過 但很重要 好像三個小時 你要做100分 那如果是四條題目 每條題目25分 那就是說 每條題目 你是花45分鐘去做 就算你答不完也好 算了 你都要停筆的 你要開始第二條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那條題目 你盡善盡美 答得很多 你就最多25分 是不是 我寧願你犧牲最後的五分 就算你認識也好 算了 我20分就停筆 我寧願去第二條 每條題目的頭幾分 都是容易得到的 你怎麼都得到的Point 是不是 所以 Time Management 是很重要 你一定要懂得 Distimate自己 怎樣做 所以我們上課的時候 我們要教大家哪些keyword 要寫 哪些keyword 要隔著 讓別人描述 讓別人看 快點 答完那條題目 而Examiner 是最重要的 可以在最短的時間裡 下最多分 希望幫到大家 如果大家有興趣 聽多些關於我 怎樣教書的 歡迎來瀏覽 Capan這個網頁 裡面有很多 Demonstration 的Lecture 希望在下一次 上課的時候 再見 拜拜